今日话题由历程贸易暂志播出 牛头牌沙茶酱 咖喱炒酱 红葱酱 干拌面 给您家的美味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的时候呢 这个亚利桑那州的最高法院呢 做出一个裁决来 这个裁决呢其实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当中呢 昨天下午就已经大篇的报道 然后全部是在头版 原因就是这个 它就等于是正式恢复了 亚利桑那州1864年的这么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是有关于堕胎的 这个法律呢 基本上是完全禁止了女性的堕胎 就是从你怀孕那天开始 就不能堕胎了 除非它有一个例外 就是当母亲的生命有威胁的时候 必须要救这个母亲的时候 这时候你才可以堕胎 除此之外什么 遭到强暴了 或者说是乱伦了 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堕胎 而且呢 它是说除了手术不能堕胎之外 包括药物堕胎也都是违法的 所以呢它这个是几乎 就是禁止了一切方式的堕胎 这个就变得非常的严厉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都知道2022年的时候最高法院 联邦的最高法院不是推翻了这个Role vs Wade吗 也就是说从联邦层面上取消了对堕胎权的保护 就交给各个州去执行了 所以现在在美国 就是有不少的州 尤其是比较保守的这些州呢 基本上都有了自己对堕胎的一些限制 那么这个限制呢 基本上都比那个Role vs Wade的那个限制要提前 在联邦层面的保护 也不是说完全的就可以堕胎 它是说禁止晚期堕胎 所谓的晚期就是当一个胎儿有生命以后 你就不能堕胎了 它一般的医学上的规定大概是24州 所以现在的这个大部分的州 如果是保守州的话呢 他们规定的都是到了16州 有的是15州以后就不能堕胎了 它是这样 所以现在的这个亚利桑那州的法律 是15州之前堕胎还是合法的 不管是手术的还是药物的都还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要是这个1864年的法律开始执行的话 那么这个15州的这个现行的法律就失效了 堕胎的话题咱能不谈吗 不行啊 咱们躲得过吗 我也想躲呀 躲不过呀 还有一个人躲不过 这个人的名字叫川普 他的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面临着在两年以前最高法院 终结了联邦层次的对堕胎的这方面的一些规定以外呢 他一直对这个问题啊 摸摸乎乎摸乎乎乎 你别看他又是卖球鞋又卖圣经你知道吗 但是他这个事儿他不是特别的明确 但是在4月8号的时候 他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终于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极为明确的观点 而这个观点呢是他一咬牙一跺脚跟他身边的人可能经过仔细的分析 他说的话 这个话呢可能得罪了一些基督徒 但是他经过周密的分析和他身边的人的统计 他算出来 他说这个得罪呢花得来 而且从他讲话你也可以知道 他可能看到这个事有点严重 如果他太纠缠这个事情 太反对堕胎的话 他可能在选票上会挫败 咱们听一听他怎么说的啊 30秒钟 我们有一个选票 我们的选票 where everybody wanted it from a legal standpoint the states will determine by vote or legislation or perhaps both and whatever they decide must be the law of the land in this case the law of the state now it's up to the states to do the right thing like Ronald Reagan I am strongly in favor of exceptions for rape incest and life of the mother you must follow your heart of this issue but remember you must also win elections to restore our culture 咱们大概的讲他说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他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 今天我把我的观点亮出来了 那就是同意最高法院把这个权限给州 这样的话呢就变成 州法 law of the state 而不是国法 law of the land 然后他来了一句 他说但是我呢尊重特例 就是强暴和乱伦 而且呢他这个措辞非常巧妙 这不是我啊 这是Ronald Reagan 你们不是喜欢Reagan总统吗 人家就这样啊 还有一个人比Reagan更反对堕胎吗 Reagan的名言就是 我想告诉那些反堕胎的人一句话 就是你们都被生出来了 对不对 这是他的名言 他是Reagan是非常反对堕胎的 对不起我说错了 是支持堕胎的人啊 因为我这个笑话一定 我Reagan说我想对那些支持堕胎的人 讲一句话就是 你们都已经被生出来了 你还支持什么堕胎啊 你要支持堕胎 那怕你都不会被生出来 你还你不被生出来 你怎么反对堕胎呢 这是Reagan的观点 但是这么一个反堕胎的人 他都说我认为强暴和乱伦应该是特例 所以川普刚才说了 我也是这个观点 你知道这个话是得罪人的 是得罪一些信徒的 但是他等于是做了这个评估 你知道吗 他的这个评估啊 是对的 因为做了以后进行民调 很多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和川普的支持者说 从大的一些方面考虑 我们还是支持堕胎 当然有少数比较偏激的一些 或者说不能说是偏激了 比较就是更加保守的人 他们对川普表示失望 但是你让他把票投给拜登 也没可能 对对 所以一切东西呢 基本上也都是跟选战有关 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大选啊 堕胎这个议题 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这个议题 在各个州 对民主党也好 对共和党也好 大概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现在还不得而知 这个在亚利桑那州 目前也还说不清楚 但这个是绝对会有影响的 他这个1864年的这个法案 你仔细一算确实 已经160年过去了 160年的法律 不过你仔细想想 美国的宪法还超过160年呢 对不对 都快250年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第一就是那个还是在亚利桑那建州之前 那个时候亚利桑那州还是一个领地而已 还没建州呢 对那个时候的亚利桑那 它是新墨西哥州的一部分 对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 对 一直到1912年 1912年它才独立建州 才加入到这个美国来 很晚的1912年 没错 它变成一个州的时候 是美国第48个州 对 这都很晚了 没错 没错 后来就是阿拉斯加和这个夏威夷了 对吧 然后呢 它是属于比较晚的 那这么说 那就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个 对 对 对 那么好了 那这个法律在这个联邦的最高法院 废除了Roll vs Wade的这个法案之后 这个在亚利桑那州就一直对这个法律有辩论 支持堕胎的人说 这个法律是在我们建州之前的 已经160年历史了 现在已经根本失效了 没效果了 我们现在 州不是规定的是15州以前是可以合法堕胎的吗 但是坚决反对堕胎的这些人呢 是说这个法律依然有效 原因是并没有州的这个议会啊 就是州的这个立法机构 没有明确说这个这个法律失效啊 所以呢 那既然没说失效 它就有效 所以呢 双方就在法院里头呢 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议 那最终就是昨天 州的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来了 说可以 这个是有效的 那这个 是不是马上就执行呢 还不是马上执行 原因是 这个最高法院也说了 说这个问题啊 非常的 具有争议 他们也知道这是具有争议性的东西 而且是非常重大的一个 法律的决定 所以他第一提出了一个14天 的 14天以后再说啊 就是说给 反对方一个14天的 上诉期啊 然后我都不知道他这个还能不能上诉 因为这是州的法律 如果要是上诉不就上诉到州的最高法院吗 对 他的意思说呢 就是打回到下级法院呢 说你们再去继续听一些双方的一些反对意见 你们再收集一下 再做这个决定 但是这个事啊 非常的技术 但是在技术以外呢 他还有个政治因素 那就是亚利桑那州 是一个摇摆州 也是一个战斗州 稍待会儿 咱们从这个角度再看一看 他对2024年总统大选的影响 欢迎继续收听 就是把这个160年前的一个法律啊 反堕胎的这个法律呢 等于是让他生效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如果执行的话 那就等于是几乎禁止所有形式的堕胎 和所有时期的堕胎 也就是说 当一个母亲怀孕以后 你不管是受强暴的 或者是乱伦的 尽管这个情况很少 但是也没有例外 除了一个例外 就是为了抢救母亲的生命 这个是可以堕胎 除此之外呢 都不能堕胎 这是在这个女性方面 他们就没有任何的权利和选择了 那么在医生方面 或者医疗工作者方面呢 就是说 你不管是提供堕胎的手术也好 提供堕胎的药物也好 给他们进行堕胎的护理也好 全部犯罪 这个就是两到五年的有期徒刑 所以这个呢 还兼罚款 还有再加罚款 或者两者兼有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等于就是亚利桑那州的所有的 有关于提供堕胎的 不管是诊所也好 是这个医院也好 这方面就全部停止了 那亚利桑那州的女性 如果想要堕胎的话 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离开 要么他旁边的新墨西哥州 最多的可能就是到我们加州来 来进行这个堕胎了 这个是目前的反应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让他推翻这个1864年的这个法律呢 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 就是州议会 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参众两院 必须要通过一个明确的明文 说是那条废止了 就是1864年的这个已经过时了 废止了 我们现在执行现有的法律 就是15周以后 15周之前 是这个早期怀孕 是可以堕胎合法 超过15周到第16周 不能堕胎了 就是要么就是明确的规定这个 要么就是今年11月份 在提案当中 由全州的这个选民 自己来公投 我到底是支持这个1864年的 还是不支持 是不是需要推翻 就这两种选择吧 还有可能有一个第三个更狠的 就像堪萨斯和俄亥俄州一样 修宪 你知道吧 这个更狠 当然要想修宪 或者要想把什么1864年这个推翻 你总得印在选票上 但是印在选票上不能 你不高兴 你就印了 对不对 他要求至少有40万个签名 要求把这个放到那个选票上面 而且今年7月份之前 但是据有关机构说已经够了 他们你以为他闲着呢 对不对 就你们州议会 或者最高法院讨论这时候 人家都已经在收集签名 所以在11月份的时候 将会在这个州啊 有一个大的法案在这个上面 而且是全国关注的这个法案 就是要不要推翻1864年 或者有的人更狠 说像堪萨斯州这么保守的州 俄亥俄州这么保守的州 议会都可以通过 对一个堕胎的多少州的限制 那老百姓说干脆 咱们把议会也推翻 咱们修宪了 一下居然在这两个州通过 把妇女有堕胎的权利 写到宪法里头去了 那这下没办法了 所以 当然宪法也可以修正 但是那个就更加麻烦了 更难了 所以咱们就看看 亚利桑那州会不会发生这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州是个什么州 这个州呢 总的来说它是保守的 它在反移民方面 它在文化战方面 它在保守的这方面是相当领先的 是首当其冲的 但是就是因为堕胎这个事 让它是屡战屡败 首先呢 2020年总统大选 这个本来是川普的州 结果拜登居然给拿下来了 而且呢 400多万有登记的选民 拜登只比川普多个1万票 在这个选举上 这个恨不得就几乎是 都不能算低空略过 这忽略不计的恨不得 但是1万也是1万呢 5000也是5000呢 对不对 它居然拜登把它打下来 这还不算 这个伤口留下了以后 在2022年中期选举 都给撒了个盐 亚利桑那州的州长的选举 这个民主党人 一个女的 Katy Hobbs 击败了Carrie Lake 对不对 一个铁杆的川普的支持者 一个电视主持人 所以它的州长 现在是一个民主党人 是个女的 这还不算 他的司法局长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ttorney General 对不对 检察长 检察长 或者是这样 民主党 女的 Chris Mace 拿下来了 而现在你看最高法院 4比2通过说1860年 那个法律 咱继续执行 首先这个4比2 就有点奇怪 因为它很可能变成3比3 对不对 当然这个咱们不去管它 那你知道 昨天这个消息一出来 Chris Mace 这个司法局长 他说什么吗 你 法律归法律 如果有医生做堕胎 我不起诉 他给来这个 这行吗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技术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个呢 肯定就会在亚来桑那州 变成一个 人们议论的话题 也变成一个 就是11月份选举的时候的 这么一个话题 因为 昨天的最高法院的裁决出来之后 当然民众党一律是反对的 在这个方面 但是其实 共和党里边也有一些人反对 纷纷在和这个划情界限 原因是 他们也没有想到走这么极端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反对 那这样的话 你肯定会失去一部分女性的选票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的前州长叫Doug Ducey 是个共和党人 对 那个15州的那个法令是他签的 没错 但是他昨天说了 我坚决反对这个 1864年 没错 他还要 他还要那个呢 他还要代表他的选区 他是说我们设法要在议会 还是要通过那个 就是要把这个1864年这个法案 给他废除掉 然后就执行那个15州 前15州不能堕胎 然后再有几个就是豁免 这个豁免可能就包括 比如说是乱伦啊 什么强暴啊之类的 都加进去 对加进去 这样的话就更人性化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反对就更少一点 他有好几个共产党的 就是州的众议员啊 参议员啊 昨天都这么表态了 对 Carrie Lake好像也是反对的 如果没看错的话 顺便说一下 刚才说的州长选举 不是Cady Hobbs 一个女的民主党人 击败了另外一个Carrie Lake吗 Carrie Lake尽管在州长的选举当中落败 他此时此刻正在竞选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啊 他在竞选联邦这个职务 所以在亚利桑那州啊 2024年这还有一场恶战啊 除了总统在这个地方 要拼命的争夺这个州以外 还有他的地方的这种选举 而亚利桑那州啊 再强调一次 他是摇摆州也好 你说他是战斗州也好 他是至关重要啊 他那个选举人票至关重要 所以你知道产生了一件什么事吗 那就是民主党人啊 全部的火力对向川普 你知道吗 你说这个人家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通过的这个 跟川普有什么关系啊 刚才我播了川普的录音啊 人家川普说了 对不对 我也赞成给女性什么乱伦啊 强暴这种特例啊 你怎么弄她 现在的民主党人 已经拿出来了一个竞选的方针 就是说 谁让你认明那些法官的 对那是说联邦法院的大法官 要不是你认明了那几个法官 这个1973年的全美国的堕胎的权力这个法会被下放的州吗 所以根儿在你那儿呢 没错 所以到时候你就看啊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说亚利桑那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全美国再也没有第二个州比它更严了 再也没有了 佛罗里达你什么德州的这些啊 都也没有 没人敢 你哪怕说个六个星期 九个星期 也没人敢说你这个呀 全都的 所以这个给了民主党一些弹药 不过顺便也说一下 这有一些选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说 我们不在乎 我们依然会投川普 原因是我们看的是一面的问题 我们看的是通货膨胀的问题 我们看的是拜登的年龄太大的问题 你说有意思吧 咱们就看啊 所有的这个边边角角这些事情 将怎么影响2024年总统大选